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这边可以来制骰子 比如说呢是有一个问号 我们的同事可能是制出了一个问号 你可以呢把它向这边打开来 现在就轮到了我的另外一个同事 叫Cati 我们的Cati呢也可以随便再开一个小小的房间 让我们的蟑螂呢能够继续再往旁边走 现在是轮到了我了 我呢制出来了一个勺子 那么我们的勺子呢 这边是有个勺子的开关 我可以让它进去把这个开关给它打开来 如果你是制出了一个问号的话呢 就可以随便开一个这个开口 如果你是制出了一个勺子叉子 或者是小刀 就要按照它们上面的一个开口呢 去给它进行一个这个旋转 因为它每一个小小的这个房间或者是方向 都会有一个它自己的一个标识 现在呢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让 比如说这边是有四个玩家或者是三个玩家 你要让它落到你的陷阱当中 那么你就赢得了这个小的一个游戏 啊现在就是我们的Cutty赢得了这场游戏 可以看到这个小的小的这个小蟑螂呢 它是顺利的跑到了这个小鱼的一个陷阱当中 然后呢它就按照它的这个跑路的一个方式 就这边可以赢得一个我们的小蟑螂那个图片 就是顺利的抓住了我们这个小蟑螂 我们现在继续再来一次 我们的小蟑螂 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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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现在是我们的啃 我们的啃呢是赢得了这个小小的小这个卡片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玩的游戏 而且非常适合于我们两个到四个之内的一个小朋友呢 一起在这边玩 好 然后终于可以赢得到了一个小蟑螂的这种卡片 我们还可以继续 可以让我们的小朋友呢 只能是四个以下的小朋友呢一块玩 然后每个人呢现在都可以赢得了一个小的卡片 现在呢是我们的卡片呢是运气非常的好 这边是有两个已经赢得了两个我们小蟑螂的卡片 本来呢我们的肯呢其实是想把那边给它关上 但没有想到我们的小蟑螂呢非常的灵活 直接跑到了我们的卡提的小陷阱当中 然后让我们的卡提呢这边是赢得了它的第二块小蟑螂的卡片 这边就是我们这个非常可爱的一个纳米电子小蟑螂 好啦希望你能够喜欢我们今天给你带这样的一个小的视频 如果你对我们这个玩具组套装感兴趣的话 或者是激起了你的这个玩具的一个欲望的话呢 不要忘了给我们一个栏目指向上的赞 或者呢是可以直接订阅一下我们的频道 在频道当中呢会渐渐跟大家推出各种各样非常好玩的一个玩具 或者是可以在视频下方呢跟我们留言 那么我们就下期再见咯拜拜